养殖库连猪都不敢喂的面包 竟然你们却津津有味的 喂着你们家的孩子 早餐千万不要让你的家人再吃面包了 当你一口咬下去的时候 可是十多种的添加剂在里面 超市里面的面包 那可是垃圾中的垃圾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星期飞的视频 他有一天把那个面包的添加剂上面 读完了以后 拿给那个养殖库 他说我给你喂猪吧 养殖库都说 我们家的猪都不敢吃的 你想想 养殖库连猪都不敢喂的面包 竟然你们却津津有味的喂着你们家的孩子 还认为这样的面包很健康很时尚 事实上呢 在这些面包的加工过程 是极具科技含量的 比如说鸡蛋给你添加的是蛋黄色素 然后橙子喂的橘子喂的各种喂的 哪有什么那么多的嘴火喂给你啊 就是各种的乳化剂导致的 面粉呢就不用说了 现在的面粉里面又是增加弹性的 然后漂白的各种的东西 全部都在添加里面了 另外一个呢就是奶油 现在的奶油都不需要有奶的 就叫复合科技奶油 如果是我们自己发个馒头 你如果是放两天 它基本上就发酸了 那些面包里面 它们含有牛奶啦 含有鸡蛋啦 各种糖啦 面粉啦 加在一起 它就能保持去两个星期 甚至有几个月的 凭什么 甚至呢你就会发现 无论它是放到了过期 它还是软绵绵的 它不会发硬 那是怎么做到的呢 添加防腐剂啊 一种不够放两种 两种不够放三种 放各种的乳化剂 让面包放到过期了以后 还是很松软 我在香港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是专门做有脂的 无复制面包的 他在四十多岁的时候 他已经是拿到香港的 底子点心师了 他说他们在做的菠萝包 菠萝包都是香港 每天下午茶都会吃的 他说里面的 其中的一种蓬松剂 就是用来洗马桶的 那个化学物 为什么会添加这个呢 他说添加这个了以后呢 它的蓬松度会更好 起酥就会更好 他说现在连洗马桶 都规定这个东西是有足的 他们竟然可以放在 食品的添加剂上面去 所以你想想 香港这么监管严格的 他说一个面包 一个菠萝包 至少放七种添加剂 已经是算少的了 已经是名牌的点心店了 你去超市看一下 你把那个面包 以及蛋糕背面的添加剂 你翻开看一下 七种那是算少的 基本上有一些科技很活 没有这十拉二十种 基本上这个面包都做不出来 在我们的饮食当中 我们一定要去避免 这些生活的入区 因为我们曾经认为 很健康的食物 但是事实上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 它是一点都不健康的 所以为了你和你的家人的健康 愿离 小红书